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经过了八天的时间 花莲县110年度各宗教祭天祈福的活动 4号的下午是在花莲县立体育馆 举行了圆满的闭幕式 县长徐真卫率领着各宗教的代表 感谢上昌 祈求天佑花莲福泽花莲 礼拜神明 谢恩祈福 诱我花莲 顾我子民 消我灾业 赐我财宝 苦苦充实 广积功德 110年花莲县各宗教祭天祈福活动 4号下午在花莲县立体育馆举行闭幕典礼 包含佛教、天竹教、道教、原住民族 林河宜官道等代表 都在主机关县长徐真卫的带领下 宣读祭文 感谢上昌对于花莲百姓和土地的照顾 请起动 新天祈福 尊重 多谢 包容 平安 八天的祈福绕境 时间真的很快 感天谢地谢祖灵 感谢所有我们的信仰的神 让今年我们安良度过 祈求明年的平安发展 家人的健康 求学就业都能一帆丰盛 宏图大宅 各宗教祭天祈福绕境活动 已经迈入第十二个年头 华莲乡亲也透过活动办理表达出虔诚之心 而在四号晚间六七重画区 还会有绕镜晚会 宫庙庆典表演 以及直交比赛等等 欢迎乡亲一同到场 共享盛居 记者许立琴 欢迎电视报导